在宁夏的高山荒漠旁边 有一片独特与神奇的自然景观 在这里 烟波浩渺的湖水与金黄如画的沙漠神奇相聚 浑然天成 沙湖也因为把江南水乡的灵秀 与塞北大漠的雄魂融为一体 被誉为塞上明珠 沙漠与湖泊 这两种势不相容的自然类型 又是如何在这里形成和并存的呢 沙湖并不是天然湖泊 而是次生湖 它是由黄河谷河道挖地 经过山洪袍时 地下水溢出汇集 并接受大气降水和地表水的补给而形成 后来沙湖又补充 沙湖地处一个季风的低洼地带 强劲的季风遇到赫兰山天然屏障 沙湖东西两边沙漠吹来的飞沙 在赫兰山的屏障中积淀下来 两处的沙子形成合围 又在特定的地质作用下 就形成了沙湖南边的沙漠丘陵 在辽阔的湖面上 星罗旗部地分布着上千亩的芦苇 碧绿茂盛的芦苇 一丛丛一簇簇 随风摇曳起舞 一片片的芦苇 不仅将沙湖装点得非常秀美 它的根还有很强的净化功能 可以将水中杂质都吸附在自己的枝干之上 茂密的芦苇丛也成为鸟类良好的栖息地 沙湖的鸟类主要以鹿科为主 这里丰富的浮游生物和水草是它们的主食 鹿科鸟类喜欢分区筑巢 各有各的领地互不侵犯 它们的形体优美 被誉为风姿迷人的鸟类 也被称为世界环保鸟 它们对居住环境比较挑剔 只愿意在生态环境好的湖泊湿地栖息繁衍 在沙湖 湖水 沙山 芦苇 飞鸟 和谐地交织在一起 与日俱增的鸟类也年复一年的 见证着沙湖生态环境的改善 沙湖是大自然的杰作 它不仅以独特的自然景观 成为中国西部赫赫有名的游览圣地 作为宁夏境内面积最大的自然湖泊 它在调节气候减轻风沙危害 涵养地下水源和保持生态平衡等方面 也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作为宁夏境内面积最大的自然湖泊 作为宁夏境内面积最大的自然湖泊 作为宁夏境内面积最大的自然湖泊